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4年 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小偷 刑警队长 县委书记 定力攻守同盟 案 集中的刑警队长 即为朱玉东 裁定数披露了朱玉东的部分罪行 2012年12月 朱玉东担任正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在办理盗窃案件时 在局领导的受益下 预讨人商量将盗窃金额由92万元改为6040元 同时截留盗窃三款6万元 用于送礼和刑警队开支 2012年12月30日 朱玉东在真本二件中 收受袁锡平县委书记 扎金全现金5000元级烟 保健等物品 正是Rnews微信ID SMOO注意到 裁定数披露的上述事实 系小偷 刑警队长 县委书记 定力攻守同盟 案中的细节 据报道 2011年春至2012年底 由王胜利等五个农民 组成的盗窃团伙 先后进入河南 山东 安慰在挺多的县委机关大楼 搬走了驻马电视周边地区 至少四位县委书记 珍藏 在保险柜里的现金 茅台酒 金条 香烟等 被倒的县委书记中 就包括十任正阳县委书记赵新华 2013年8月被带走 调查 十任新平县委书记张金全 2014年11月被宣布调查 当年 有五个农民组成的盗窃团伙落网后立即交代 他们在赵新华办公室 盗取了大约一百多万元钱 之后 朱玉东和公安局领导 向赵新华汇报情况 赵新华说 我这里是配到了 但没像你说的那么多 就几千元钱而已 得到暗示 朱玉东随修改口供 将92万元 盖成留1040元 为此 他还找到小偷商量 得到了小偷的配合 小偷 刑警队长 县委书记之间的攻守同盟 就这样达成了 正是Rnews微信ID Smoor注意到 中国裁判文书网此前公开的王胜利等五人盗窃团伙判决书中 有朱玉东同事 中阳县公安盗警邓某一正言 邓某证实 王胜利等人交代 从西平县委书记处 盗窃九十多万元现金 这一正言 与裁定书中朱玉东在侦办案件中 收受原西平县委书记将金权现金五千元基盐 保健等物品相互印 看来 跟朱玉东 王胜利盗窃团伙 达成攻守同盟 那北道县委书记 不仅仅是赵新华一个人 2014年12月 因犯逊死亡法罪 刑贿罪 受贿罪 朱玉东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朱玉东不服 提出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近期 刑法执行机关提出减刑建议 建议朱玉东减刑六个月 裁定书成 法院经审理查明 朱玉东一人犯有数罪 在共同犯罪中系主办 受贿三款已退出 法院认为 朱玉东自入狱以来 却有回载表现 符合减刑条件 可与减刑 综合考察其犯罪性质和具体情节 社会危害程度 原判刑罚及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销的履刑情况 交付执行后的一贯表现 刑罚执行机关报警减刑幅度不大 最终裁定 对朱玉东减刑有期凸刑五个月 正是Rnews微信ID Snooze专套网书 到六个月所以有一个iad简单的支持 你要注意還有大家拍摇